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音乐一响起 就迅速带你来到魔法世界的童年回忆沙 哈利波特八部曲 从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到大结局《死亡生气》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经历了十年 主角竟然都没有换过 我们看着演员们长大 演员们也陪伴了我们的成长 那神奇的魔法世界是一代人永远的美好回忆 邓布利多教授等人送走一个在强宝中的婴儿 大家含泪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 哈利波特 他们知道这个头上有闪电巴含的小宝宝 长大一定会成为震惊世界的人 哈利波特长大了 但他过得并不好 他住在唯一的亲人姨妈家楼梯隔间 每天不仅要做家务 还得承受着噪音灰尘还有表哥的欺负 这天大家一起去动物园 哈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能跟蛇说话 而表哥又来捣乱 哈利气愤的看着他 突然关大蛇的玻璃就好像有魔法一样凭空消失 表哥跌了进去 大蛇趁机逃走 回家之后 哈利被姨父一顿臭骂 姨父警告他 这世界上可没有魔法 别耍花样 这天 哈利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 他还没来得及拆 就被表哥抢走 姨父看着上面霍格沃茨的印章 表情瞬间严肃 接下来的几天 猫头鹰都来给哈利送信 那些信要么被姨父撕成渣渣 要么烧成灰灰 兢兢业业的猫头鹰牛柴也急了 他们聚在一起发起总工 一封封霍格沃茨的信件 像雪片一样飞了进来 为了躲避霍格沃茨的追踪 姨父带着一家人搬到荒芜人烟的海岛 夜里 门被一个巨人一脚踹开 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 巨人亲自送信 他自称海格 是霍格沃茨的钥匙管理员和猎场看守 那封信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姨妈和姨父很不愿意哈利走 倒不是因为多喜欢她 曾经 哈利的父母就死于魔法之手 再说 姨妈收养了哈利这么多年 刚长大的免费用人怎么能走呢 面对着丑陋的一家 海格送给表哥一条猪尾巴 第二天 海格带哈利去购买入学装备 他们来到对角巷 猫头鹰 蝙蝠 会飞的扫着 每样东西都让哈利惊叹 可哈利穷的 连一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 哪有钱呢 海格带他来到了古灵格 也是巫师们的银行 哈利这才知道 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富二代 父母早就给他留了一屋子金币 哈利在取钱 而海格则拿走了一个神秘的小包裹 现在哈利只插一根魔杖 他试了好几根都不顺手 最后店主拿出一根东青木的 哈利拿在手里之后 整个人都发光了 店主告诉他 每个魔杖都在等待自己的主人 上一个拿到魔杖就发光的家伙 是一个不能提及性命的 干出了很多可怕大事的人 海格解释说 那可怕的人 正是全篇最重要的大魔王福地魔 当年就是他杀死了哈利的父母 幸好母亲在临死前 给哈利施了保护咒 等福地魔袭击哈利的时候 法利弹了回去 重伤福地魔 只在哈利的头上 留下一道闪电状的疤痕 第二天哈利来到火车站 怎么也找不到这九幽四分之三站台 正好看见 几个推着猫头鹰的孩子正在撞柱子 哈利鼓起勇气 也一头扎了进去 眼前竟然出现另一番景象 哈利登上了开往霍格沃茨的列车 在车上 他认识了红头发的罗恩 哈利大方地给罗恩买了一堆好吃的 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赫敏 他随便念念咒语就修好了哈利的眼镜 三个人的命运从此开始连接 美丽神秘的霍格沃茨城堡映入眼帘 入学前 新生们会被分到不同的学院 他们分别是 格兰芬多 贺奇帕奇 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学院 学生们需要跟学院融入一共 一个神奇的礼貌决定了大家的走向 赫敏和罗恩进入了格兰芬多 轮到哈利帽子建议哈利去最有名的斯莱特林 那里出过很多很邪门 但是很厉害的巫师 可哈利自愿去格兰芬多和朋友们在一起 享用了丰盛的晚餐之后 哈利见识了飘舞的幽灵 挥动的楼梯 能对话的画中人 一切都是那么神奇 哈利激动的彻夜难眠 他终于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之后哈利经历了各种魔法课 也见识了性格迥异的教授们 其中一个叫斯内普的教授 简直是孩子们的噩梦 他本来长得就凶 脾气更臭 还总是故意刁难哈利 哈利一看到他 头上的伤疤就疼 同学们也都不一定是好朋友 在一次飞行课上 长得很帅 但是性格高傲的坏小孩 马尔福 要捉弄其他的同学 被正义感十足的哈利拦住 过程中哈利第一次骑上了扫帚 主角光环加上惊人的天赋 让哈利在天上自由飞翔 这一幕被麦格教授看到了 并把他推荐给学院的奎迪奇球队 哈利成为了百年以来最年轻的棋手 上一个获此殊荣的还是哈利的父亲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更有缘分的是一次 楼梯意外的把哈利他们送到了三楼禁区 他们发现里面住着凶猛的三头兽 哈利分析 学校里有这么吓人的东西 一定在看守着什么 万圣节这天 大家正在聚餐 胆小教授慌张的跑进来 说学校闯进巨怪 说完后还直接吓晕了 学生们纷纷回到宿舍躲避 但哈利和罗恩发现赫敏不见了 他俩赶紧回头去找 此时赫敏跟巨怪在女厕所撞了个照面 巨怪力大无穷 好在智商不高 被哈利和罗恩机制制服 教授们纷纷赶来 哈利发现斯内普教授腿上有伤 他心想 没准这巨怪就是斯内普放进来的 经此一役 哈利 罗恩 赫敏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在奎迪奇比赛中 赫敏和罗恩大声的为哈利加油 眼看所在队伍落了下风 哈利就拼命追逐加分项目 金色飞贼 突然 他的扫帚失控了 赫敏一看 又是斯内普教授在捣鬼 于是赫敏做了点手脚 分散斯内普的注意力 哈利状态恢复后回归比赛 他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勇气 终于抓到了速度极快的金色飞贼 帮助球队赢得比赛 转眼圣诞节到来 不知是谁给哈利送了隐身斗篷作为礼物 哈利披上斗篷 去进书区打算调查一下三头兽到底在看守什么 中途他还发现了 在漆黑的楼道里 斯内普教授正在威胁无辜的胆小教授 斯内普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哈利路过一个镜子 看到镜中的自己跟父母重逢了 哈利恋恋不赦这画面 接下来几天都在镜子前面发呆 邓布利多校长告诉他 那是能展现人们向往世界的魔镜 梦境虽好 但人不可以沉迷于虚幻而忘记了真实世界 冬去春来又是一个新学期 天赋型选手 学霸型选手和运气型学手 各出其招应付考试 一天 他们违反禁令大半夜的来找海格 去看他心得的宠物龙 海格又说露了嘴 说三头兽在看守的 是一个能让人长生不老的魔法石 而通过种种事件和联想 哈利更加坚信 斯内普一定就是要偷魔法石之人 这一幕被马尔弗看到了 马尔弗转头就告状 结果这四人都被惩罚去黑森林 跟着海格调查最近的独角兽死亡事件 哈利那边很快出现了状况 他看见一个黑衣人在吸食独角兽的血 随着黑衣人飘过来 哈利感觉伤疤也越来越疼 关键时刻 一个半马人救了哈利 他解释说 独角兽的血能用来续命 哈利意识到 刚才的黑影就是伏地魔 一切都说通了 因而哈利当年重伤伏地魔之后 他就靠独角兽的血勉强活着 当然也需要斯内普去帮他偷魔法石 以实现真正的重生 此时邓布利多校长又恰好出门 看来保护魔法石的重任 落在了哈利和朋友们身上 重要的魔法石当然被层层守护 第一关是三头兽 不知是谁放了音乐 让三头兽睡着了 主角小队趁机钻进下一关 在被腾曼缠绕的危机时刻 是学霸赫敏 用植物学知识救了大家 第三关是从漫天飞舞的钥匙中 找到正确的那把 我们最年轻的骑手哈利 当然不是朗德虚名 他很快拿到了正确的钥匙 并帮大家打开下一道门 门后是剧情魔法棋 三个小伙伴走上棋盘充当棋子 擅长下棋的罗恩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最后一步 罗恩甘愿牺牲自己 帮哈利赢得棋局 赫敏留下来照顾罗恩 在伙伴们的鼓励下 哈利来到了最后一关 他又见到了魔镜 镜子前 胆小教授在痴痴地望着 哈利明白了一切都是他在捣鬼 是他放进了巨怪 是他在窥地基球场对哈利下套 也是他在帮伏地魔偷魔法石 此时心头一直被误会的 斯内普教授一秒 突然 胆小教授打开头巾 脑袋后面竟然出现了伏地魔的头 简直是童年噩梦 伏地魔受伤之后 只能寄生在别人身上 除非拿到魔法石获得永生 而哈利依靠魔镜 抢先一步拿到魔法石 胆小教授健壮上手就抢 没想到一碰到哈利 他就化为灰烬 哈利乘胜追击 一举击败胆小教授 愤怒的伏地魔化成一缕灰烟 穿过哈利的身体 再次醒来 哈利看到了邓布利多校长 原来 整件事都在老邓头的计划当中 虽然伏地魔逃跑了 但魔法石已被销毁 而赫敏和罗恩也都没事 老邓头继续说 你能伤害胆小教授 能伤害伏地魔 是因为父母给你下的咒 是一个保护你的 爱的咒语 最终 由于主角小队勇敢的行为 让他们在格伦芬多的学院 荣获今年学院杯冠军 大家激动地把哈利围在中间 第一学年结束 哈利恋恋不舍地看着海格 但他知道 他还会回来的 哈利波特在姨妈家过暑假 家里还是老样子 哈利每天被姨父挤兑 被姨妈嫌弃 被表哥欺负 这天 哈利的房间突然多了个小怪物 他自称小精灵多比 他警告哈利 千万不要回到霍格沃茨去 否则将会面对恐怖的阴谋 为了阻止哈利 多比偷了朋友们给哈利的信 搞砸了姨父家重要聚会 导致哈利被锁在屋内寸步难行 正崇眉不展的时候 死挡罗恩开着飞车来救他 他们来到了罗恩 简陋 但充满爱 充满魔法的家 哈利也见到了罗恩的妹妹金妮 大家相约去对角像购买学习用品 但哈利捏错咒语 灰头土脸的来到一间恐怖小店 无意间看到马尔弗和他爸爸卢修斯 正在偷偷卖什么东西 哈利逃出黑店 重新回到熟悉的对角像 与赫敏和罗恩一家再次见面 在书店里 哈利见到了魔法图书记的大明星 洛哈特 他一把抓过哈利 竟用哈利的名气宣传自己的新书 脸皮真厚啊这人 马尔弗跟他爹卢修斯也来了 马尔弗一家是纯种巫师 高傲得他们最瞧不起麻瓜 也就是不懂魔法的普通人 以及杂牌混血巫师们 赫敏罗恩和哈利都被嫌弃了一遍 说话间 卢修斯偷偷往基尼包里塞了一个破本子 请大家记住这个破本本 来到九又四分之三车站 这次哈利竟然撞了个满头包 又是精灵多比为了阻止哈利回学校搞的鬼 为了返校 罗恩大咧咧的开启飞车 带哈利在麻瓜的世界飞了起来 来自大本中的弹幕 此时我心里怕怕的 一番惊险驾驶之后 他们总算安全抵达 飞车经历了太多 浑身伤痕的车车把主角们扔下后 自己生气的走了 由于在麻瓜世界使用魔法 哈利跟罗恩被斯内普一顿臭骂 被麦格教授惩罚在学校劳动 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之后哈利正常上课 见识了大嗓门的植物 还见识了嗓门更大的 罗恩老妈的咆哮信 全校同学都见证了 来自罗恩妈妈温柔的问候 没想到 之前那个厚脸皮作家洛哈特 竟然也是霍格沃茨的教授 嘴顿实际的他 魔法能力真的不行 在自己的课堂上出尽阳相 一天 哈利听到了可怕的声音 说着什么要杀掉你之类的 之后学校墙壁上 更是出现了血淋淋的大字 密室之门已经打开 继承人的仇敌们当心了 密室到底是什么 麦格教授告诉大家 一千多年前 霍格沃茨由四大巫师 格兰芬多和奇帕奇 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创建 也就是四大学院的由来 其中斯莱特林认为 只有血统纯正的人 才有资格学习魔法 因此他的学院 只收马尔弗这种贵族 后来斯莱特林 由于跟众人理念不合 离开学校 临走前留下一间密室 等待他真正的继承人去打开 去释放里面恐怖的东西 消灭所有学校中的混血巫师 和麻瓜后代 那么这个继承人是谁呢 会是同样出自斯莱特林学院 同样看不起麻瓜的马尔弗吗 今年的奎蒂奇球赛 马尔弗加入对方战队 跟哈利硬碰硬 尽管他处处使坏 哈利还是成功捉到了 金色飞贼再次赢的比赛 课堂上 马尔弗和哈利一为一对决 马尔弗变出毒蛇攻击 而哈利突然就跟蛇对话了 这一幕惊到了众人 因为只有斯莱特林的正统学生 才会说蛇语 另外 最近学校总是出现 学生被攻击的事件 但恰巧每次哈利都在场 于是同学们都认为 哈利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听着昔日好友们在背后搅舌根 哈利很伤心 邓布里多校长把他搅到办公室 哈利看着一只鸟化成灰烬 老邓头告诉他 那是凤凰涅槃 燃烧后会变成新的生命 哈利的魔杖就是凤凰羽毛做的 哈利也会是一样的 经受住苦难 重获新生 受到鼓舞的哈利重新调查密室案件 他跟罗恩假扮成马尔福的两个跟班 故意去套他的话 马尔福果然说了点有用的信息 其实50年前 密室就曾经被打开过 当时还死了一个杂种巫师 这次密室被打开 同样会死人 哈利和罗恩在露馅之前跑了 他们在厕所里捡到一个破本 正是故事开头 卢秀斯偷偷给基尼的那个本子 这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日记 打开后 哈利竟然穿越回50年前发生命案的那天 一个叫汤姆摩的巫师出现了 他是学校里的好学生 而他在质问海格 他的怪兽为什么要杀人 海格矢口否认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哈利心想 难道海格就是50年前那个打开密室的人 事情越来越严重 甚至赫敏都被袭击了 霍格沃茨不再安全 卢秀斯趁乱让邓布利多下台 哈利披着隐神斗篷见证了这一幕 他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海格 并按照海格的线索 去黑森林找超大蜘蛛 蜘蛛告诉他 50年前不幸被杀死的杂种巫师 正是在厕所里的幽灵女孩桃金娘 但蜘蛛说完情报就要杀人灭口 眼看大批蜘蛛要把哈利吞没 之前那个脾气很大的飞车来了 救走主角们 当然 飞车又承受了蜘蛛攻击 再一次的他赌气跑了 哈利马不停蹄的找到了幽灵桃金娘 他意识到 蜘蛛的入口就在这个积水的厕所里 哈利用蛇语打开蜘蛛大门 洛哈特教授吓得想跑 被哈利压着一起扔进蜘蛛 洛哈特生气的捡起罗恩的魔杖要攻击他们 没想到罗恩的魔杖早就坏了 他一直懒得羞 洛哈特哭笑不得自食其果 哈利他们继续走 发现一个充满舌头的大殿 罗恩的妹妹金妮竟然躺在大殿中央 而应该存在于笔记本里的汤姆魔竟然也出现了 他说是金妮打开了密室的大门 写下血书 又不停的袭击同学 不过 这一切都是汤姆魔的指示 没错 汤姆魔不是别人 他就是伏地魔 本魔 他才是斯莱特林的继承者 也是50年前打开过密室大门的坏人 眼睛的帅哥版本是伏地魔16岁的年轻记忆 他被封印在日记本里 也就是魂器之中 他一直憎恨着哈利 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伏地魔召唤出巨大毒蛇 嗯 如果伏地魔出现在日本 那他应该是大蛇丸吧 哈利眼看要被大蛇干掉 邓布利多的凤凰及时赶到 啄瞎了蛇的眼睛 哈利趁机给了大蛇一件 并用大蛇毒牙刺穿了笔记本 随着魂器被破坏 伏地魔的记忆也化成碎片消失了 此处查播一条广告 这个笔记本魂器没了也没关系 伏地魔还有另外六个 危机结束 哈利觉得自己跟伏地魔有着某种联系 他们都很聪明勇敢 都会蛇语 甚至使用着相同的魔杖 邓布利多解释说 当年伏地魔袭击哈利时 留下了一些能量在他的身上 因此哈利身体里有恶魔的存在 但是要成为好人还是成为坏人 关键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 故事的最后 哈利发现小精灵多比的主人就是卢修斯 而且在他那里受尽屈辱 于是哈利用了点小聪明 放了多比自由 也跟卢修斯正式结下梁子 另外老邓头让罗恩送一封信到阿斯卡湾 看来阿斯卡湾的故事即将开始 哈利看起来长大不少 他仍然住在姨妈家 姨妈就很难搞了 不喜欢哈利的姑妈也来了 大姑大姨凑在一起 当然又说了哈利不少坏话 还嚼舌根的说哈利的父母也没好到哪去 哈利愤怒到失去理智 竟然把姑妈变成了大气球让她飞出窗外 只有哈利气得离家出走 无处可归的他正在路边哀声叹气 眼前出现了一个三层巴士 这是受困魔法师们的临时交通工具 这个车开了堪比过山车 他把哈利送到了破府酒吧 魔法部长批评了哈利乱用魔法 当然他也帮忙抹去了姑妈这段离奇的记忆 哈利与罗恩和赫敏重逢 他们发现这里到处都贴着一张可怕的通缉令 罗恩的父亲告诉他有一个名叫小天狼星的巫师 从魔法界最密闭的阿兹卡班监狱越狱了 他曾是伏地魔的忠实信徒 此次他逃出来估计又是冲着哈利来的 看来又是不平凡的一年 怕什么来什么 在返校火车上一个可怕的怪物冻结了车厢 还差点吸走哈利的灵魂 幸好身边有一个好心大叔出手相救 他叫卢平是霍格沃茨的教授 他解释说刚才那个是看守阿兹卡班的射魂怪 他们是来抓小天狼星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袭击哈利 世道不太平 连霍格沃茨外面都飘着很多射魂怪 邓布利多校长特意提醒大家 没事别乱跑 今年的课程特别有意思 海格升级为神奇动物教授 展示了他的鹰头马身有异兽 简称鹰马兽 他带着哈利来了一个霍格沃茨空中游 但鹰马兽并不是温顺的动物 马尔福不尊重他 他就把马尔福踢到住院 在卢平的黑魔法防御课上 他带来了可以展示人内心恐惧的镜子 不过只要你会咒语 害怕的事情也会变得搞笑 一个怕斯内普的同学 生生把我们斯内普变成了女装大佬 闻到了哈利 他看到了射魂怪 他吓得不敢动弹 卢平教授挡在他面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卢平教授害怕的竟然是月亮 也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伏笔 最近有消息称 逃犯小天狼星可能藏匿于学校里 获格沃茨大门紧锁 人心惶惶 下一堂课 卢平教授无故缺席 斯内普教授代替他讲述狼人的历史 而赫敏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在这里 最近赫敏好像能分身 能同时听两节课 学霸果然是不一样啊 今年的魁蒂奇球赛在大雨中进行 哈利在空中又遇见了射魂怪 搞得他心神不宁从高空跌下 当然主角不会有什么大事 他想起卢平能对付射魂怪 于是让卢平教自己两招 卢平告诉他 要对付射魂怪 就需要激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天 哈利得到一个神奇的火点地图 上面有霍格沃茨的密道 还有每个人的位置 有了这个法宝 哈利溜进酒馆偷听教授们的对话 麦格教授说 当年哈利波特的父母和小天狼星是朋友 但小天狼星却背叛了他们 并把他们的藏身之处告诉伏地魔 后来 小天狼星更是杀掉自己的朋友小矮星 并毁尸灭迹 之后大家只找到了小矮星的一根手指 而这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竟然还是哈利的教父 哈利不敢相信这事实 他一边哭 一边发誓要手刃仇人 不过当哈利还在研究火点地图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了小矮星的脚印 这人不是应该死了吗 哈利按照脚印追出去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闻身而来的卢平教授把地图给没收了 还有一件悲伤的事 英马兽由于袭击了马尔弗 导致海格险些被开除 而英马兽被判了死刑 看着那落下的大斧子 三人伤心欲绝 突然 丛林里跑出一条大黑狗 冲着罗恩就咬 还把他拖进了树洞 哈利跟赫敏跟了过去 见到了吓尿的罗恩 还见到了传说中的小天狼星 刚才那个大黑狗就是他变的 哈利冲过去要杀了他 但被赶来的卢平拦住了 卢平竟然就是小天狼星在霍格沃茨的内应 难道他也是坏人 卢平赶紧解释剧情 其实小爱星一直没死 他就是罗恩手里抱了12年的 缺了根脚趾头的小老鼠 天哪真吓人 是小爱星当年出卖了哈利的父母 还假装自己死了 嫁祸给小天狼星 让后者在监狱里待了12年 小天狼星和卢平气得要杀掉他 但哈利提议 把小爱星交给射魂怪 这样才能清洗小天狼星的罪名 大家一起往外走 好死不死 今天是月圆之夜 前面有暗示 卢平最害怕的是月亮 果然 身为狼人的他 就这样不受控制的变身了 为了保护哈利 天狼星变成黑狗 与狼人撕打起来 小爱星趁乱逃跑 狼人打着打着 突然听到另一声狼叫 扭头跑了 战斗结束 但小天狼星已经奄奄一息 兽魂怪也发现了他 成千上百的兽魂怪围了过来 让哈利难以招架 绝望中 对面出现一只发光的白鹿 他的出现赶走了兽魂怪 小爱星逃跑了 再也没有人能够证明 小天狼星的清白 等待他的只有死刑 大家气氛低沉 而邓布利多暗示 赫敏可以改变这一切 原来 之前赫敏能够同时听两节课 是因为他有一个 能转换时间的怀表 于是他和哈利逆转时间 回到几个小时前 他们先回去救了鹰马兽 再在夜晚模仿狼人的叫声 把卢平吸引走 现在只剩下救小天狼星了 哈利在森林里等了半天 始终没有等到白鹿 眼看另一个自己快不行了 哈利急忙冲出去 用尽全力救了另一个自己和小天狼星 事后 小天狼星踏上逃亡之路 哈利刚刚得到的亲人又要离去 他非常的伤心 小天狼星告诉他 深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真正的离开 大家都在彼此的心里 说完他骑着鹰马兽飞走了 一切都结束 卢平辞职离开 临走前把火点地图留给哈利 哈利还收到另一个礼物 又是匿名者寄给他的火闪电 是这世界上最快的扫帚 怎么这么多闪电 里面应该给闪电看剧安排一个角色吧 叮咚梦想成真 下一步哈利将会遇见自己的初恋 影片一开头是一处漆黑的墓地 守木人看到灯光而过去查看 门缝内 只见小矮星和某帅哥 在跟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话 此时一条恐怖大蛇缓缓爬入 提醒大家门口有人 于是沙哑声音 施展了弗地摩的经典咒语 阿瓦达索命咒 一声尖叫 哈利从噩梦中醒来 最近他时常被这个可怕的梦而困扰 今年暑假 哈利一直住在卢恩家 这天他们一起去旅游 还结识了新朋友学长爱德华 这也太帅了 关于爱德华的电影《目光之城》 欢迎各位去闪电看剧站内搜索观看哦 哈利跟大家一起观看奎弟奇世界杯 这是魔法界的盛世 来自世界各地知名的奎弟奇队伍都在此相遇 他们的出场秀堪称炸裂 其中最火的明星选手 要属全世界最棒的追求手鲨鱼 他的出场引来了男生们的羡慕 和女生们的尖叫 正当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之中 这里突然出现了死死图的攻击 死死图是伏地魔的追随者 所导致处烧杀掠夺 人们在四散逃跑中发生了踩踏事故 哈利也被撞倒 等他再次睁眼 他看见了梦中那个帅哥 他召唤出伏地魔的标志 哈利看着那骷髅 头上的伤疤又疼了 在回霍格沃茨的火车上 一个名叫小秋的女生笑容甜美 弄得哈利脸红心跳 今年霍格沃茨的黑魔法老师又欢人了 这个职位简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就没有一个老师能连任的 今年的老师是有名的狠角色 风眼目的 他以前专门抓坏人送到阿兹卡班 长得很吓人的他上课更吓人 第一节课就教孩子们魔法界的三条不射咒 其中一条就是伏地魔最擅长的阿瓦达索命咒 同学们都瞎眨眼 今年霍格沃茨要举办魔法界的三个最强学校的友谊赛 三强争霸赛 参赛学校除了东道主霍格沃茨 还有都是翩翩少女的女校 与气势汹汹的男校 奎蒂奇明星鲨鱼就来自这里 这三个学校需要各自选出一人作为代表出战 最后赢的那一位会获得奖杯 想参赛的学生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扔进火焰杯中 等待火焰杯的抉择 优秀学长加校草爱德华 把自己的名字扔进火焰杯中 由于比赛凶险 未成年者不能参赛 哈里就跟朋友在旁边看热闹 很快火焰杯揭晓结果 被选中的三位选手分别是 霍格沃茨的爱德华 男校的明星鲨鱼 和女校的芙蓉 大家正在鼓掌 突然火焰杯又扔出了第四张纸条 竟然是哈里波特 他年龄不够 按理说是不能参赛的 其他同学都认为是他偷偷做了手脚 连罗恩也生他的气 作弊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不跟我说 之后几天 罗恩都赌气不跟哈里说话 哈里白口莫辩 而霍格沃茨有两人参赛 让其他学校十分不满 大家叫来了魔法部部长裁定 由于火焰杯的选择 是必须遵守的规则 魔法部部长宣布 哈里没有选择 他将成为今年三强争霸赛里的第四个选手 邓布利多觉得此事另有蹊跷 拜托风眼木迪在比赛中多多照看他 得知哈里近况 小天狼星给哈里打了视频电话 提醒他霍格沃茨已不再安全 再联想到之前哈里的噩梦 估计弗地魔又要动什么手脚 半夜 海格偷偷给哈里透提 比赛第一场是喷火龙 哈里很好心的把提液透给了学长爱德华 除此之外 他现在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全校人都嘲笑他在选拔里作弊 马尔福更是要攻击他 幸好敷衍目的出手 把马尔福变成一只白佑 好一顿种 这老师真好啊 哈里跟他成为铁词 三强争霸赛开始了 第一项考核 就是海格透提的那个 是从喷火龙那里取出被守护的金蛋 芙蓉 鲨鱼 爱德华都完成得比较顺利 轮到哈里 他面对的龙超级凶猛 别说是他 连观众们都吓得够呛 幸好哈里用一流的飞行能力 把龙引开 顺利拿到金蛋 看着十分凶险的比赛 众人们都给哈里热烈的掌声 罗恩也明白了 哈里不会作弊 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于是两人重修于好 金蛋里有下一关的提示 但目前哈里并不知道要如何打开它 他此时的心思也不在这里 他经常有事没事的偷看小秋 最近圣诞舞会要开始了 找舞伴这事对哈里来说 简直比打龙还难 连海格都勾搭上了女校的巨人校长 哈里和罗恩 两木头成为了全年级最后一对没舞伴的人 赫敏一直等着罗恩邀请他 可是罗恩就是不开窍 还嘲笑他没人要 于是赫敏生气的答应了明星鲨鱼的邀请 哈里鼓起斗龙的勇气 邀请女神小秋 但也失败了 最后 哈里跟罗恩只能约了两个哈里的粉丝凑数 舞会开始时 赫敏惊艳地登场 吸引全场目光 罗恩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 赫敏早已从那个蹦哒的小女孩 成长为优雅美丽的女人 同学们悠扬起舞 场面十分温馨 不过跳着跳着就变成了蹦迪 罗恩看着舞池里的鲨鱼就生气 忍不住跟赫敏吵架 赫敏哭着说 下次舞会 你能不能早点邀请我 哎 男生永远不懂女生的心 看着赫敏在那哭 罗恩和哈里手足无措地离开 晚上哈里又做噩梦 那个不知名的帅哥到底是谁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第二天 在爱德华学长的提示下 哈里把金蛋泡入水中 金蛋里传出优美的歌声 这就是第二关的提示了 水下寻宝 为了能在水下长时间待着 哈里吃了鱼腥草 一声令下 大家下水 去寻找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宝物 哈里这才发现 宝物竟然就是朋友们 其中赫敏被变成大鲨鱼的鲨鱼就走了 小秋被学长爱德华救走 哈里救起罗恩 眼看还剩下一个没人救的 哈里只能违反规则 勇敢的把两人推出水面 自己跟水妖战斗了好久才挣扎着上岸 虽然他是最后一名 但邓布利多认为他的英勇行为应该得到嘉奖 最终 哈里跟大家一起晋级最后一轮比拼 不过 此时发生一件大事 魔法部的部长不知被谁杀害了 哈里来到邓布利多的校长办公室 在他的法器冥想盆中 哈里观摩了一场审判 一个石死图正在被魔法部长询问 为了减轻罪行 他供出了许多石死图同伙 其中就包括斯内普 不过邓布利多马上说斯内普是好人 是放在敌人那儿的卧底 然后石死图又供出另外一人 他就是主审官魔法部部长的儿子 小巴蒂 哈里一看 这不就是反复出现在自己噩梦中的那个帅哥吗 之前在世界杯里放出伏地魔头像的也是他 小巴蒂被大家捉住 而模仿部长大一灭亲 将自己的儿子送入阿兹卡班监狱 临走前 小巴蒂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爹 从冥想盆里出来 哈里惊魂未定 又撞见斯内普 说他的变身药水丢了 问是不是哈里偷的 三强争霸萨的最后一关到来 参赛者们需要穿越迷宫找到奖杯 最先摸到奖杯的就是胜者 最后一关了 哈里本来以为会经历一场厮杀 但他的路却格外顺利 重重迷雾中 芙蓉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倒下 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明星鲨鱼也被施咒了 最后爱德华不小心被树缠住 眼看哈里就要夺得冠军 善良的他却回头救了爱德华 两人约定一起拿起奖杯 来一个时下流行的冠军刷黄弹 但当他们触碰奖杯的时候 竟然被传送到一片坟墓 哈里看着熟悉的景象 这不就是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吗 他的伤疤异常疼痛 这时小爱星出现了 抱着并不可爱的强宝伏地魔 先是把哈里控制住 然后把伏地魔卑鄙扔进铁锅 放点仆人骨头 再放点仇人 也就是哈里的血 搅拌搅拌 这是要炖汤啊 在一片火光中 伏地魔并不帅气的复活了 哈里波特看着他 心想你是不是把鼻子望在锅里了 此时狮子徒们也在此集结 卢修斯竟然也在其中 伏地魔说 安排了这么多 让你拿到冠军奖杯 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传送到我这里 现在他终于可以向哈里复仇了 他狠戳哈里的伤疤 听着他痛苦的尖叫还不过瘾 又让哈里拿起魔杖非要battle 没想到两人面对面战斗 哈里还能扛一阵子 随着魔杖对决 死于伏地魔之手的哈里父母出现 在他们的帮助下 哈里得到一秒钟空隙 让他可以再次抓起奖杯 穿越回学校 别人都在欢呼 但哈里痛苦不已 爱德华已经在刚刚的战斗中被杀害了 封眼穆迪抱住哈里 把他带离这伤心之地 两人正说着话 穆迪的身体突然产生了变化 他赶紧翻箱倒柜找瓶石喝的水 哈里这才明白 眼前这人就是偷斯内普变身药水的人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下黑手 是他把哈里的名字扔进火焰杯 他杀害了魔法部部长 再引导哈里去见伏地魔 眼看事情败露 他刚要杀人灭口 邓布利多和斯内普冲进来将其制服 假扮目的的人也露出了真面目 他就是小巴蒂 自从他被亲爹送入监狱后 就耿耿于怀 成为了伏地魔的走狗 邓布利多把他扔回阿斯卡班 放出了真的封眼目的 随着事情告一段落 魔法部希望能对此事保密 但邓布利多认为 学生们有资格知道真相 他警告大家 伏地魔回来了 正邪必有一战 没人知道大家以后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会有怎样的黑暗 哈里这个暑假又回到了姨妈家 看着别的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的画面 哈里心里很难受 表哥还在旁边煽风点火 气得哈里想要教训他 突然狂风大作 麻瓜事件里居然出现了射魂怪 眼看表哥就要被干掉 哈里不得已施展了守护神咒 保护了表哥 这一幕被邻居阿姨看见了 邻居阿姨说 这里很危险 别收起你的魔杖 原来自从伏地魔重生 邓布利多就明里暗里的 安排了很多人在哈里身边保护他 表哥被吓成傻子 哈里免不了被姨父一顿宠骂 但更可怕的 是由于哈里在麻瓜事件 使用魔法违反条例 他被霍格沃茨开除了 哈里心情低落 门突然被人打开 是风眼目的和朋友们来找哈里 他们帅气的飞越伦敦 打开房子间的隐秘楼层 这里是凤凰社的总部 是当年邓布利多 专门为反抗伏地魔而建立的秘密组织 教父小天狼星 狼人教授卢平 罗恩的父母 都是凤凰社的成员 他们告诉哈里 哈里虽然被开除 但邓布利多给他求情 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巨魔法部 亲自解释自己的机会 不过这件事并不简单 首先 魔法部一直主观认为 哈里是唯一一个 自称见到弗地魔的人 很有可能他在威严耸听 扰乱社会治安 另一方面 弗地魔回归 唯一能够与其一战的邓布利多 肯定会威信大增 到时候可能会威胁到 魔法部的政治地位 于是魔法部与媒体联合 大肆宣扬 哈里是骗子 邓布利多是帮凶 在弗地魔重整黑暗大军的时候 主角阵营却的内讧 只有凤凰社在暗中招兵买马 为抵抗伏地魔做准备 第二天 哈里跟着罗安的父亲 通过红色电话亭来到魔法总部 这里看起来十分神奇 让哈里大开眼界 但此处并不温暖 而且史上最让人讨厌的 女性角色出现了 上面有法官咄咄逼人的提问 下面有粉大婶 尖酸刻薄的搭枪 幸好有邓布利多全程帮忙 大多数陪审团成员们 终于同意撤销对哈里的指控 哈里终于可以重返学校 在火车外 他好像看到了西装革履的伏地魔 之后哈里就心事重重 不过今年他认识了新朋友卢娜 卢娜有通灵能力 他俩是为二能够看到叶琪 也就是这个恐怖黑马的人 只有见识过死亡的人才能够看见 今年的黑魔法老师又换人了 竟然是魔法部的粉大婶 很明显他就是被魔法部 安插在霍格沃辞的 他根本不教什么魔法 天天只会读理论知识 最可怕的黑魔法防御课 变成了文学鉴赏 哈里问他 如果伏地魔攻过来了 难道我们要给他背段课文吗 但粉大婶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根本没有伏地魔 哈里就是个骗子 喜欢粉色的粉大婶 内心黑得很 他多次体罚哈里 同学们甚至也有点怀疑 是哈里在危言耸听了 但卢娜很相信他 卢娜提醒 如今魔法部和媒体一起对付哈里 目的就是让他孤立 这样的局面对伏地魔最有利 说白了 应该又是伏地魔在捣鬼 于是哈里努力重新回到同学们身边 但粉大婶更过分 他突然担任起了霍格沃茨的高级审查官 除了体罚学生 还要挨个审查老师 看谁对魔法部不忠 易于时间 他就立了一堆规矩 简直是非常招人烦了 看到他又私自开除老师 邓布利多忍无可忍地说了他几句 粉大婶咬牙切齿 下一步就要对邓布利多动手 同学们在学校里被禁止使用魔法 什么也学不到 哈里告诉大家 在学校里失败了可能还能重来 但在真实的世界 如果不能保护自己 就只能面对死亡 于是 一些相信哈里的同学们 自发的聚在一起 他们在邓布利多不知道的情况下 组成了邓布利多军团 还来到能隐藏踪迹的有求必应污 大家在这里自学魔法 哈里当老师 启发和引导同学们挖掘自身能力 所有人都成长了很多 哈里也在这里充分展现了自身领导力 还收获了与女神小秋的初吻 最近哈里频繁做梦 感觉伏地摩正在寻找魔物 他甚至在梦中以伏地摩的视角 看到了他袭击罗恩的父亲 这感觉太真实 就像是他自己的动手一样 邓布利多知道后很紧张 哈里应该是和伏地摩相通了 而且伏地摩应该也能通过哈里的视角 知道霍格沃茨正在做什么 斯内普临危受命 负责教哈里控制自己的想法 并尽量的误导伏地摩 今年圣诞节大家聚在凤凰社 这里曾经是小天狼星的房间 墙上贴满了家人的照片 其中他有个姐姐非常恶毒 目前被关在阿兹卡班 但小天狼星也开导哈里 每个人心中都有阳光 也有黑暗 关键在于如何选择 等这战事过了 他们就能像真正的家人一样 陪在彼此身边了 可怕的阿兹卡班监狱上电闪雷鸣 监狱被炸成碎片 重刑犯们纷纷逃出 其中就包括小天狼星的姐姐狼姐 这天 邓布利多军团正在偷偷练习魔法 突然大门被打开 这份大婶挟持了小秋 找到了这个秘密基地 虽然整件事跟邓布利多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由于他们叫邓布利多小队 老邓校长还是被波及了 他需要为整件事负责 魔法部又把他抓到阿兹卡班去 我们魔法界的大佬 是能说抓走就抓走的吗 果然邓布利多眨了眼睛 就消失在众人面前 老邓头离开后 粉大婶接任了霍格沃茨的校长 对待学生更加严苛 把这里变成了另外一个阿兹卡班 哈利不能原谅小秋 他的初恋就这么短暂的结束了 邓布利多派海格去邀请巨人族 一起对抗伏地魔 海格失败了 他只带回了自己的巨人老弟 可爱的小洛 这个像山一样的巨人 好像对赫敏很有好感 斯内普还在教哈利控制意念的方式 哈利有一次忍不了 不仅把斯内普弹了出去 还反击侵入了斯内普的意念 他看到了年轻的斯内普 一直被人欺负 而欺负他的人 正是哈利的父亲 看来父亲并不是像他理解的那样 是个实权实美的伟人 魔法考试这天 高高在上的粉大婶正在监考 突然罗恩的两个双胞胎哥哥大闹考场 学生们趁乱全跑了 粉大婶颜面扫地 这一幕真让人暗爽 不过哈利在热闹的人群中突然晕倒 他看到了伏地魔在魔法部 威胁小天狼星帮他偷水晶球 赫敏提醒哈利 这有可能是伏地魔的圈套 但为了唯一的亲人 哈利还是义无反顾的要赶过去 正在气头上的粉大婶一把将他们捉住 为了从这个恶毒的女人手里逃脱 赫敏把他骗到了黑森林 我们可爱的海格弟弟小洛出手了 和一直被魔法部欺压的人马部一起 把粉大婶带到了黑森林深处 主角小队骑上夜骑后来到魔法部 哈利按照自己所梦到的 找到了那个装满预言球的房间 从写着他名字的预言球中 哈利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拥有打倒黑魔头的力量出现了 他和黑魔头之间只能有一人活 看来哈利和伏地魔之间必有一战 这是卢修斯带着狼姐出现 要抢夺预言球 哈利和朋友们之前上课的效果显著 大家抵挡了好一阵 最后吉尼的一招粉身碎骨更是十分帅诈 不过孩子们还是打不过大人 哈利被迫交出了预言球 幸好小天狼星和凤凰社的成员及时赶到支援 预言球被摔碎 眼看主角阵营占了上风 小天狼星突然被自己的亲姐姐 一个阿瓦达索命咒杀掉了 哈利悲痛欲绝 但面对杀掉他最后一个亲人的狼姐 哈利还是忍痛放了他 这时伏地魔出现 邓波利多也不知从哪出来 两人分别使用了火盾好火球之术 和水盾水牢之术 邓波利多老了并没有占什么便宜 身边的哈利却突然倒下 他被伏地魔附身 把痛苦的记忆重新经历了一遍 不过哈利拥有伏地魔所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爱 哈利想起了那些美好的回忆 用爱的力量把伏地魔弹了出去 伏地魔虽然再一次跑了 但珊珊来迟的魔法部部长 亲眼看到了伏地魔本尊 他终于还给邓波利多和哈利清白 哈利所处的世界越来越黑暗了 先是使使徒去对脚像抓人 再是黑暗势力把麻瓜世界弄得一团乱 此时的哈利刚要跟餐厅服务生约会 被邓波利多的出现打乱了计划 邓波利多一行幻影 带哈利来到一个小屋 找到了为了躲避使使徒 而变成沙发的沙发老师 沙发曾经是邓波利多的同事和老朋友 他一见面就炫耀自己的得意门声 正是哈利的母亲莉莉 老邓头此次前来 是想邀请沙发重新回校任教 沙发看了看哈利 同意了 还趁机要求生殖加薪 哈利再次与罗恩 赫敏和金妮重逢 罗恩的妈妈每次见到哈利都很高兴 她也很担心霍格沃茨不再安全 有点不想让孩子们回学校了 她的担心没错 斯内普教授家里 狼姐带来了马尔福的妈妈 马尔福一家都是伏地摩的信徒 这次 马尔福妈妈请求斯内普在学校里保护自己的儿子 斯内普竟然同意了 他们还签订了牢不可破誓言 谁未被誓言 谁就会死亡 当然霍格沃茨再不安全 主角们仍然要返校的 他们照例去对角像买东西 哈利无意中看到了马尔福 跟他妈妈行踪可疑 返校火车上 哈利披上隐形斗篷 想偷听马尔福的对话 没想到马尔福学经了 他发现了哈利 把他钉在地上狠狠踢一脚 幸好路过的卢娜救了他 邓布利多照例发表了新学期讲话 沙发成为了新的魔药教师 而斯内普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黑魔法防御课老师 老邓头不忘提醒大家 曾经 汤姆摩也像你们一样 坐在这里学习和生活 如今却变成了本片最大的魔头 黑暗势力一直潜伏在我们中间 你们一定要小心 以免被腐蚀 沙发的魔药课开始了 罗恩和哈利的课本却还没到 他们只能到书柜里 找着有没有可用的课本 罗恩眼机手快 拿到一本新的 哈利只拿到一本皱巴巴的 打开之后 上面写着 混血王子专用 沙发布置考试 最先配出生死药水的人 就能得到老师奖励的 一小馆福灵剂 能让人在短时间内特别幸运 生死药水的配方相当复杂 连学霸赫敏看了都头疼 但哈利发现 他拿到的混血王子课本里 有很多的笔记 按照笔记 哈利很快完成了生死水 也如愿拿到了弗灵剂 而他也发现 混血王子这课本 真的是宝藏笔记 他学得如吃如醉 连睡觉都舍不得撒手 邓布里多叫来了哈利 让他看了一段 伏地魔的童年回忆 当他还是小汤姆魔的时候 他就十分孤僻 与世界格格不入 邓布里多看出了 他的魔法天赋 把他招进霍格沃茨 入学后他成为了沙发的学生 俩人关系十分亲密 邓布里多也不隐晦 这次叫沙发返校 使希望哈利能接近他 并从他身上探寻 关于伏地魔的重大秘密 但老邓头也遇到了麻烦 有个学生被人施咒 给老邓头送东西 在路上自己偷偷打开 结果差点被弄得没了小命 哈利没有证据 但就是认为 这一切都是马尔弗干的 今年罗恩也加入了奎蒂奇球队 比赛前哈利骗他给他喝了弗灵剂 罗恩自信以来整个人都精神了 守住多个关键球 帮球队赢得比赛 他也赢得了一个少女的心 罗恩的初吻就这样没了 赫敏气的扭头离开 哈利是懂他的 因为哈利看见金尼 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这种很伤心的感觉 主角们在忙着谈恋爱 而马尔弗则忙着搞事情 斯内普多次帮忙 也暗中提醒他 别慌 要等待时机 哈利跟凤凰社的成员商量对策 卢平认为 斯内普是邓布利多相信的人 也值得被相信 哈利跟他产生了分歧 金尼安慰了哈利 甚至给他系鞋带 但这点温情马上被破坏掉 狼姐突然出现 大喊着我杀了小天狼星 哈利一冲动就追了出去 大家在草丛里被围攻 聚会的基地也被炸个片甲不留 哈利回到学校 再去看了汤姆摩的记忆 他问了沙发教授一个问题 让沙发十分震惊 但邓布利多说 这是一段被篡改的记忆 他想让哈利去接近沙发 目的就是想知道 被抹去的内容是什么 此时罗恩被下了迷情药 沙发给他解毒 并给他喝了点酒 没想到罗恩直接倒地翻白眼 罗恩倒没什么大事 那酒原本是要给邓布利多喝的 看来马尔夫真是无时无刻的 不想要弄死老邓头 哈利气得找马尔夫算账 用了混血王子笔记中的一条 神风无影 没想到弄得马尔夫浑身是伤 哈利也不知道 什么咒语有这么大的威力 为了防止哈利走火入魔 基尼和哈利走进有求必应屋 基尼把那个笔记本 藏在了哈利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趁着哈利闭眼 基尼补上了迟道的一吻 哈利急于知道沙发的秘密 于是他喝到扶灵机 与沙发见面 他们刚刚经历大蜘蛛的葬礼 沙发百感交集 又想起哈利母亲 终于说出了那段被篡改的记忆 当年汤姆摩问他 关于魂器的使用方法 沙发告诉他 杀人的时候灵魂会分裂 被分裂的一部分可以存放在魂器中 以达到永生 汤姆摩听完若有所思 之后就一口气做了七个魂器 第二部《哈利波特与迷失》的时候 哈利毁掉了弗蒂摩的日记本魂器 邓布利多用格兰芬多之剑 毁掉了第二个魂器 也就是马尔弗祖父的戒指 因此邓布利多右手受重伤 他明白 如果他们不消灭所有的魂器 弗蒂摩是打不死的 老灯头和斯内普见了一面之后 就带哈利去寻找第三个魂器 他们来到海边洞穴 而要拿到这魂器的关键 竟然是需要有一个人喝掉上面的毒药 邓布利多牺牲了自己 忍着痛苦喝下毒药 并用最后一丝力气 将两人送回伙格沃茨 此时马尔弗正等在那里 看着虚弱的邓布利多 马尔弗刚要下手 这时斯内普进来了 让人震惊的是 斯内普念了阿瓦达索命咒 斯内普竟然把邓布利多给杀了 哈利惊呆了 之后马尔弗更是找来狼姐等一堆使使徒 在霍格沃茨到处作乱 气愤的哈利找到斯内普报仇 他再一次使用混血王子笔记里的咒语 没想到被斯内普轻易躲开 说 你竟然用我发明的咒语对付我 没错 斯内普就是那个混血王子 他不懈的离开 留了哈利一条小命 邓布利多的死 让整个霍格沃茨陷入悲伤之中 但更令人伤心的 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那个魂器 竟然是个假货 真魂器被一个名为RAB的人拿走了 哈利决定要正式踏上寻找魂器之路 完成邓布利多的遗愿 哈利最后能杀掉伏地魔吗 我们和哈利一起迎来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大结局 不可否认的 哈利波特来到了最黑暗的时代 魔法世界和麻瓜世界都陷入一片恐慌 新上任的魔法部部长努力安抚人心 但相信的人并不多 赫敏的父母都是麻瓜 赫敏知道大战在即 为了能安心参战不连累父母 赫敏消除了家里关于他的痕迹 也许这样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哈利的姨妈一家也搬走了 哈利母亲莉莉曾经给她施的保护咒 是只要她在成年之前和血亲在一起 就可以免受伏地魔攻击 眼看哈利17岁了 姨妈一家再也没有照看她的必要 伏地魔把反派大本营建立在马尔福家的庄园 他们知道了哈利的保护咒要到期 大家愉快的商量要如何除掉它 由于伏地魔与哈利用的是相同材质的魔杖 魔杖不会杀掉彼此 于是伏地魔强硬的抢走了 卢修斯的龙心魔杖先用着 哈利最后看了一眼自己长大的房间 她是时候离开了 枫眼目的知道 伏地魔肯定会到处找哈利 于是把身边的人都变成了哈利的样子 分散十死族的注意力 不知道目的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七个我 这七个哈利性格迥异 打扮好之后大家纷纷出发 果然刚一上天就遭到了十死族的攻击 大家四散开来 海格带着真哈利逃跑 刚刚经历完紧张的空战 又在地面上体验了吓人的车战 最后一个十死图向哈利发起进攻 眼看躲不开了 哈利忠实的猫头鹰海德威替他挡了下来 让人泪目 哈利痛苦不已 伏地魔来了 哈利举起魔杖反击 伏地魔的新魔杖不顺手 被哈利烧成了碎片 除了海德威 封眼目的也在刚刚的战斗中牺牲 凤凰社损失惨重 之后要如何招架伏地魔大军呢 这时魔法部部长感到 他按照邓布利多的遗嘱 带来了三个礼物 给罗恩的是西登器 给赫敏的是一本童话书 给哈利的是他第一场比赛 抓到的金色飞贼 不过三人此时还不明白 这三样物品有什么用 此时伏地魔日益强大 十死图毁掉罗恩哥哥的婚礼 再次重创凤凰社之后 直接攻占了魔法总部 能杀死伏地魔唯一的机会 就是找到并消灭魂器们 但哈利不知道哪些是魂器 更不知道他们在哪 他只能按照那一丝丝线索 和朋友们再次踏上征程 中间他们几次遭遇十死图攻击 即使面对残忍的十死图 哈利也不忍心杀掉他们 只是消除了他们的记忆 哈利他们来到以前的凤凰社总部落脚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哈利来到小天狼星的房间 这原本会成为他的家 但一切都变了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RAB 也就是上一集偷走魂器人的线索 在小精灵的帮助下 哈利发现魂器就是粉大婶身上的挂均 自从伏地魔控制了魔法部 粉大婶就重返政治舞台 关于亨通 哈利他们使用变形药水 把自己从马桶里抽走 混入魔法部 此时魔法部已经变成了集中营 到处都在宣判 麻瓜有罪 抱持巫师血统纯净 看着满嘴欢迎的粉大婶在审问无辜的人 哈利仍无可忍直接上手去抢 这三个头号通缉犯立刻被魔法部一起追捕 他们拼命逃脱 罗恩在逃脱的过程中受了重伤 在罗恩恢复的这几天 哈利和赫敏试了各种咒语 但魂器项链就是不坏 没办法 主角三人只能先戴着 一边逃亡一边想办法 由于魂器太过强大 每个戴上他的人或多或少都会被影响 尤其是当已经受伤的罗恩戴上的时候 他直接黑化了 他看到赫敏和哈利在庆祝 他们发现了蛇毒牙可以消灭魂器 罗恩又吃醋 又对未来失去希望 和大家大吵一架之后 罗恩扔下魂器 也抛下朋友走了 哈利为了安慰赫敏 和他共舞一群 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彼此的支柱 无论发生什么 他们需要继续前进 他们来到了哈利的出生地 同时也是他父母牺牲的地方 哈利发现在父母墓碑旁边 有奇怪的符号 突然一个大妈变身了 她是伏地魔的宠物大蛇变的 她早就埋伏在这里等哈利出现 哈利虽然逃脱 但她的魔杖也断了 她只能先用贺敏的 哈利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这时一头发光的小鹿出现 哈利跟着过去 发现结冰的河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哈利脱掉衣服 大冬天的跳下水中 竟然找到了格兰芬多之剑 在差点上不来的时候 罗恩突然出现救了他 史西登器带着罗恩找到了哈利小队 罗恩曾经被魂器深刻的影响过 于是哈利建议他直剑销毁魂器 当罗恩一步步走向魂器 魂器又开始影响他 哈利和贺敏的幻影 一边嘲笑罗恩的无能 一边在他面前大秀恩爱 但这次罗恩没有退却 他努力劈开魂器 这项链终于碎了 此时还剩下三个魂器 罗恩给哈利一根魔杖先凑合着用 重居的三人小分队找到了卢娜的父亲 他有一个奇特的项链 那符号在赫敏的童话书里也多次出现 一定有其用意 卢娜的父亲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 传说死神曾经给三位勇士三个物品 分别是法力强大的接骨木魔杖 复活石和隐身斗篷 这三样东西组合起来 就是那个神秘的符号 也就是死亡圣器 掌握这三样的东西 就能成为死神的主人 他话还没怎么说 是死徒又追来了 原来是卢娜被弗蒂摩抓走 为了救回女儿 卢娜的父亲出卖了哈利的行踪 哈利感受到 弗蒂摩正在寻找那个史上最强的魔杖 据说是藏在邓布利多的坟墓里了 但三人很不幸 被抓到了马尔弗的庄园 狼姐看到格兰芬多之剑很是惊奇 那剑本来应该是在狼姐的古灵阁里 于是狼姐单独审问赫敏 罗恩和哈利被关在地下室 哈利再次见到了小精灵多比 多比使用一星幻影救了大家 但狼姐及时发现向多比扔出飞刀 多比眼看不行了 他看着哈利说 他能以自由之身死在朋友怀中 他是快乐的 毫无遗憾 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为他牺牲 哈利非常的痛苦 也坚定一定要除掉弗蒂摩 此时弗蒂摩找到了邓布利多之墓 当然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 史上最强结果木魔杖 看来更大的危险就要来了 邓布利多死后 斯内普成为了霍格沃茨的新校长 此时的霍格沃茨早已没有了往日光彩 外面围绕着黑色的射红怪 里面气氛黑暗低沉 主角们还没有找到其他的魂器 哈利与一个精灵谈话 这是第一步时在古灵格给哈利取钱的那个 哈利想起狼姐的话 既然格兰芬多之剑曾经在古灵格里 那里也一定有其他的宝物 说不定其他的魂器也在那 精灵同意带路 但前提是 事成之后他要格兰芬多之剑作为报仇 赫敏假扮成狼姐 由精灵带的古灵格 虽然演技太差差点穿帮 大家还是有惊无险的进入了狼姐的独家金库 这里的宝贝实在太多 哈利在黑暗中感受到了魂器的存在 那是贺奇帕奇的金杯 大家不小心触发了复制咒语 各种宝物复制成一个又一个 眼看就要被这些瓶瓶罐罐淹没 精灵又拿着格兰芬多之剑跑了 留主角们在这里被看守的喷火龙困住 三人干脆直接骑上喷火龙的脖子 喷火龙把精灵格拆了个稀巴烂之后飞走了 也不知道他要去哪 哈利他们看脱离危险之后就弃龙跳海 在黑暗冰冷的水中 哈利感受到伏地魔的那些魂器们 汤姆的日记本 马尔福祖父的戒指 项链 赫奇帕奇金杯 下一个魂器就在霍格沃茨之中 与此同时 弗里魔也感受到哈利正在寻找魂器 弗里魔也很恐慌 他肯定会守住霍格沃茨 那哈利要如何进去呢 于是哈利他们找到了邓布利多的亲弟弟阿布 之前哈利在小天狼星的镜子碎片中 曾经看到过他的身影 上一集的多比也是阿布派过去帮助哈利的 阿布和邓布利多有一些私人恩怨 但看到眼前这个邓布利多坚定的追随者 阿布表示愿意帮忙 哈利的同学纳威出来带路 带哈利通过密道进入学校 哈利见到了久违的同学们 大家在这里被新一任教职工整得特别惨 见到哈利就好像见到了希望 纷纷站起来欢呼鼓掌 哈利告诉大家 他们在寻找魂器 不过什么相关的信息都没有 大家只能声响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成为魂器的 幸好卢娜比较聪明 他想到了一个神秘的 已经消失了很久的拉文克劳的冠冕 斯内普感受到哈利回到学校 威胁全体师生不要窝藏这个重刑犯 没有一个学生开口 但哈利自己现身了 还带来了残留的凤凰社成员 哈利大声指责斯内普杀掉邓布利多 斯内普失掉民心 麦格教授认到哈利这一边把斯内普赶走 把霍格沃茨灯火点亮 但伏地魔也开始影响学生们的思想 大家吓得尖叫起来 麦格教授鼓励哈利 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霍格沃茨的安全由他来守护 麦格教授叫出石墩 其他教职工纷纷施展咒语 在霍格沃茨顶上形成一层保护杖 霍格沃茨危在旦夕 每个人都要尽力守护这里 卢娜带哈利找到了拉文克劳的守护灵 她是拉文克劳的女儿 她告诉哈利 拉文克劳的冠冕就在有求必应屋 与此同时 伏地魔带着大军赶到 开始攻击霍格沃茨的防护罩 赫米和洛恩去第二部中出现的密室 找到能消灭魂器的蛇牙 并摧毁了刚刚找到的赫奇帕奇金杯 这俩情侣八级了终于拥吻在一起 伏地魔感受到又一个魂器消失了 她加紧了进攻的步伐 用尽全力破坏掉霍格沃茨保护罩 没想到手中的无敌 接骨木魔杖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接骨木魔杖虽然崇拜强者 但她此刻并没有承认伏地魔是她的主人 石子徒一拥而入闯进霍格沃茨 这里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各种种族各种魔法混战在一起 哈利来到有求必应屋 拉文克劳的冠冕果然在此 不过马尔弗突然来捣乱 混乱中马尔弗把这里点着 熊熊大火把有求必应屋烧成灰烬 哈利刚要逃脱 看着无助的马尔弗还是善心大发救了她 之后拿到蛇牙刺穿了拉文克劳冠冕 让她跟有求必应屋一起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哈利理解的最后一个魂器了 那就是伏地魔的宠物大蛇 哈利让自己的意识连接到伏地魔那里 看到了宠物蛇的位置 此时霍格沃茨陷入一片混乱 两发人马都在进行最后的战斗 阿布赶到加入战局 让大家信心大增 伏地魔找到斯内普 质问他为什么手里的结果木魔杖不听使唤 伏地魔以为 斯内普杀了魔杖的前主人邓不利多 所以魔杖现在效忠斯内普 哈利他们躲在门口偷听 听到大蛇一口一口将斯内普咬死 伏地魔走后 奄奄一息的斯内普恳求哈利收好她的眼泪 放到冥想盆去看看 最后说了一句 你有你母亲一样的眼睛 之后就死去了 哈利来到冥想盆 看到了斯内普的记忆 惠魔法的莉莉从小就被同伴当作怪胎而孤立 幸好小斯内普懂她 陪伴她一起成长 他们来到霍格沃茨分到不同的学院 但莉莉爱上了詹姆 还生下了哈利波特 看到莉莉被杀 斯内普几乎也哭死过去 之后 保护莉莉的儿子哈利波特 成为唯一一个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 就因为哈利有莉莉美丽的眼睛 斯内普愿意听从邓不利多 去弗地魔那里当个卧底 这么多年来 被误解 被憎恨都无所谓 邓不利多右手被魂器所伤 知道自己时间所受无几 特意安排了让斯内普杀掉她 以骗去弗地魔的完全信任 斯内普照做了 背负起所有人的憎恨 另外哈利还了解到 当年弗地魔攻击莉莉 结果被反弹 她的一点灵魂碎片留在哈利体内 所以连弗地魔都不知道 哈利是她的最后一个魂器 活了这么久 斯内普对莉莉的爱 没有减少过一分一毫 这么多年都是斯内普在暗中保护 哈利沉默了 他不能再让更多爱他的人一一死去 他决定去黑森林独自面对伏地魔 他知道要杀死伏地魔 自己作为魂器也必须死亡 他抱着必死的决心走出去 也正是因为哈利看透了生死 手中的金色飞贼打开 死亡圣气之一 复活时显露了出来 那些死去之人出现在哈利眼前 鼓励哈利不要害怕 大家永远都会站在他的身边 哈利勇敢地站在伏地魔面前 宿命对决开始了 伏地魔一招阿瓦达索命咒袭击哈利 哈利夺也不夺 死掉了他来到了林伯玉 这里一片苍茫 邓布利多出现 告诉他刚刚伏地魔那一招 杀掉了哈利这个魂器 也杀掉了他留在哈利体内的 那一小片灵魂碎片 幸好哈利握着复活时 他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在等着他回去 此时伏地魔正在大笑着 宣布哈利的死亡 霍格沃茨彻底完了 伏地魔让大家归顺他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一向最懦弱 脑子也不灵光的纳威走了出来 一直被别人嘲笑的他 却傻傻的坚持 就算哈利死了 他们也必须战斗 他从分月帽里 竟然拔出了格兰芬多之剑 那是为了保护学生而存在的剑 会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出现 这一幕让伏地魔震惊了 哈利也趁机跳起来 大家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哈利跟伏地魔一对一战斗 伏地魔实力强 但他手里的接骨木魔杖 始终不能发挥最大功力 其他战场 狼姐伤害了金妮 母爱让金妮的母亲把狼姐撕成碎片 哈利被伏地魔逼到墙角 哈利抱着必死之心 要跟他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 伏地魔的宠物蛇 被纳威拿着格兰芬多之剑斩断了 伏地魔知道 他所有的魂器都消失了 最后连接古墓魔杖 都选择了哈利作为新的主人 伏地魔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看着伏地魔消失 我还有点小伤心 毕竟他一死 陪伴我们成长的哈利波特系列 也要落下帷幕 霍格沃茨满目疮痍 但有人就还有希望 原著中 哈利波特把接古墓魔杖 放入邓布利多坟墓之中 但在电影里 哈利把它折断之后 扔入水中 19年后 哈利与金妮 罗恩与赫敏 一起来到九幽四分之三站台 看着孩子们纷纷登上霍格沃茨的列车 他们热泪盈眶 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以上就是哈利波特 八部完整版的内容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也陪伴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八部电影对应七部原著 一开始看着是开心的儿童电影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后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黑暗 八部电影总共由四位导演完成 虽然风格不同 总体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成就了哈利波特这个经典 由于时间限制 闪电有很多细节和人物没有提到 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看电影 或者是原著 这是闪电做过的最长的一个视频 也感谢一直看到末尾的朋友们 相信你跟我一样 小时候曾经在窗台等待猫头鹰的到来 也曾经无比向往冒着蒸汽的霍格沃茨列车 也会拿起木棍当魔杖 在黑夜里给自己撞胆 长大后的我们重新看这部电影 对它的喜爱早已超过电影本身 童年往事涌上心头 我们看着主角们从小屁孩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魔法师 他们也见证了我们的慢慢长大 无论如何 我都怀念那魔法冒险 让我坚信 无论你的世界如何 魔法永远存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说到这里 请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童年趋势吧 也不要忘记关注闪电看剧 我们说好在这里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